主题就是耶稣的圣神 我们会听圣神节的读记 来自路加的福音 愿主领悟存在 公道万圣路加所在 耶稣基督的福音 众瑞利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 为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及经斯门涉涉诗语说 这个人交接罪人 有同他行法 耶稣谁对抛门撤要这个比语说 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 遗失了其中的一只 而不把这九十九只 雕在荒野 去沉迷那遗失的一只 直到抓着呢 待抓着了就喜欢的把他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来到家中 请他的友好及伦人来 及他无数 你们与我同乐伴 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药 又抓到药 我告诉你们 同样对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欢乐 甚于对那九十九个 无需悔改的意义 基督的福音 有没有人是父母 有没有人是父母 有子女的 OK 当我们来讲 读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用了这些比喻来讲 我想问有几年去过 圣地耶路撒冷 我最初覺得好像不太入邏輯 放下九十九隻去找一隻 回到頭看到九十九隻不太大件事 但如果你去過聖地 你會知道那些地方找九十九隻羊是很容易的 因為有一堆 還有那些牧羊人其實大部分都有些狗 跟牠看著這些羊 所以整堆羊在這裡要走失 真是不容易的 你很容易看到 而且牠不像這裡有很多樹 牠是一個半沙漠的地方 牠落到牠近耶路沙 冷藏的地方 你見到一片沙 牠不是沙漠 因為牠是有牙的地 地上有少少沙 所以羊走過了 如果有一百隻羊走過 牠會在路上留下 好像一些車紋 很容易找得到 所以猶太人很明白 放下九十九隻 找不到那隻 不是那個人傻的 那個人是很正常的事 不過後面很特別 牠找到那隻羊 揹牠回來 嘩 放在肩膀 你知不知道那隻鹽 放在肩膀是幾重的事 如果你找到 如果你是一個更兇的人 可能一直踢牠 踢到牠回去 牠不是 牠揹著牠 拿牠回來 都不錯 但如果做父母 可以你想想 那隻羊 不是找到一次 這麼簡單 可能一天找幾次 有個子女的人知道 好像你的兒子 不是犯了一次之後 以後不錯 整天都錯 那你整天都要忍耐牠 這就是那份愛意 我們在聖心節讀 這個讀經 若我們想到 天主對我們的愛 就是 無論我們怎樣錯 錯多少次都好 耶穌都會繼續救贖我們 這個就是 我們很少人會相信 天主是救恩 天主就是救我們 牠不會說 第幾次 是沒有說多少次 多辛苦 牠是不斷的 所以我還問 你是父母 可能你明白 你養大的子女 不是激起一次 可能一天激好幾次 你還要忍住 這些就是天主對我們的愛意 所以 都想大家想一下 明天父親節 如果你還沒想過 要和你父親慶祝 那就想一下 可能牠喝了你很久 你好做些事 這些但愛意 還有請大家以後記得 耶穌真的很愛我們 其實前幾個星期 我們慶祝了耶穌聖體聖月節 記得嗎 記得嗎 我想問 有些人上網看過 關於這個教宗和聖體的事 有沒有人看過 這個教宗 在1996年的時候 1996年不是很遠的事 他在阿根廷做著處理主教的時候 他的本堂 阿根廷的首都 是貝兒洛斯艾利斯 那個教區 有個神父開言彌撒 教友告訴他 有些教友 不知道哪個人 將聖體 踢在一個地方 這個神父 拿回這個聖體的時候 就放在水裡 想融解它 然後放在聖體櫃裡 過了兩天之後 這個聖體 變成一塊肉 有血 通知這一個 那時候 還不是教宗的主教 他就拍了相片 做了些事情之後 就切了 找一個醫生 去將做些 一個橫切片 拿去 寄去美國 一個很遠的 不知什麼地方 找一個法醫官 去研究一下 是什麼 那個法醫官 不是教友 他沒有告訴他 你聽什麼 總之 那個人研究完 就說 這是來自一個人 活生生的 人 的左心 室裡頭 的一個肌肉 他要解釋 為什麼是活生生 因為 他看那個 那個樣本裡頭 竟然是看到 那個白血球 是更生的 那他說 正常 那些人 如果你挑一個 這樣的細胞出來 他會很快 這個白血球 就不會動 但是 他看他的 那個白血球 還是生的 那 最後 他們告訴你 其實來自 那個聖體 浸在這個水裡 浸了幾天 變了一塊肉 現在這樣拿回來 醫生生會信了 信了教 因為很震撼他 他不可能相信 所以 我們大家想一下 你每次拿聖體 是耶穌 你誘心塞的肌肉 那個肌肉 那個肌肉 是 是全身裡頭 最活動得厲害的一個肌肉 因為他不停的 血不泵出來 我們會死 裡面很有 很有記號性的東西 是一個很重要的肌肉 還是一個心 心是和愛有關 耶穌是被一個 因為 其實在意大利 都有很多百年前 有同一個聖體 變成一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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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拿來 最近 都曾經做過 不是最近 有幾年 他們做過這些 同一樣的事情 發覺 跟這個一樣 都是人的左心膝的肌肉 有同一個血液 很吻合的事情 我們想一下 這個就是愛 天主愛我們 給了肉我們吃 我很難想像 而是這個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的肉 所以 請大家 如果明天去彌撒 當你領性看 其實你想一下 這個是一個 最勤力的肌肉 一個心裡 最重要的肌肉 你吃了耶穌之後 你會變了些什麼 希望大家都 勤力一點 你都將天主愛 封到你 不單止你自己 封給你身邊的人 讓我們想一下 這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耶穌天天跟我們一起 好少人會想到 你去參加彌撒 是每一次 耶穌祭獻 他自己為我們 你有小罪的 整面是小罪 大罪你要辦告解 再提出教友 主人不會去彌撒 是犯大罪的 上一個教宗 要我們通知教友 你必須辦告解 才可以來成大罪 當然你病了 沒得說 但是我們要想一下 你去聖 你去彌撒 是因為 你要將天主給你 一個禮拜的恩寵 你要還給天主 是吧 我們天主教的教友 都不明白 你主有少少奉獻 是你人工多少呢 本來你只是十分之一 天主給了你七日的生命 你還給天主什麽東西 十元計 大家想一下 我們要將我們生命的東西 我們要感恩 我們還給天主 還有呢 在那裏 我們跟整個教會在一起 我們為全世界祈禱 還有天上的 為我們在這裏 為在煉獄的人祈禱 在祭演耶穌 所以我們想一下呢 是我們對教會的復活 是我們跟教會一致 為所有的 如同天上 為地上 為煉獄的教會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 希望大家記得 主人是天主的日子 你必須要去 和你要奉勸 那天主會更加祝福你 不懂得感恩的人 給多些你 都是沒什麽意思的 不過懂得感恩的人呢 天主會對你更加大方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懷著 我又要去主日 你應該說 我天天都想去 主日更加要去 因為整個教會一致 所以讓我們呢 感受天主 耶穌對我們的愛 願意留在我們當中 讓我們呢 都將祂的愛 我們要感恩 都能夠將愛 帶給我們新的東西